本港近期的電話和網上片案數字大增 市民最好打醒集結婚精神 留意一下最新的行編手法 近日就有一個男網友指一個負傷女人在微信 只希望可以找一個健康又有緣的男人幫他懷孕 會先付60萬訂金 如果成功懷孕會再付200萬 男網友就覺得信息太熟口熟面 作出神的回應 好多網友都認為信息是編局 紙純色好假 又丁竹樓主要小心處理 故事不怕舊最緊要受 嘩!騙飲騙食還騙精液 大家玩野貓而已不用這麼認真的 現時的騙徒犯案手法真是塵出不闊 大家要小心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